最近最近有很多粉丝宝宝问我 为什么好好的加拿大不得跑到太过来 大家好,我是童言 其实有特别大的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小孩的教育问题 那就有很多人会疑问 加拿大的教育还不好吗 其实真的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 加拿大的功利教育就是快乐教育 然后就是每天小孩子就去学校 也没有作业 去学校的时候就是图图画画 然后学学英文 一个老师教所有的课程 而且这一个老师还有可能是因为工会的原因 还动不动就罢工了 然后学校就不上课 然后老师就没有老师上课 然后小孩子就放养散养了 我有很多很多的客人 就是华人的 就华人家长 他们就是比较机娃一点 就会给小孩子去报加拿大的私校 私校就是真的精英教育嘛 所谓的精英教育 就是给小孩子就是各个方面 就是培养的很全面 但是私立学校没有那么好进 就是他一年可能一个班就十几 二十个人都不到 然后里面会有各个人种 他都会需要分配名额 那分到华人的名额就非常少 有可能一年就两三个 而且温哥华的私校也就那几间有名的 那很多家长就说 啊那我塞钱子我可以吧 我比如说我就给学校 学校捐钱 捐图书馆 捐各种教学大楼 捐个十几二十万加币 一两百万人民币捐进去 OK没有问题 我就有一个客人 他就遇过这样的问题 他在西温的一个特别好的学校 就是整个加拿大排名前十的一个私校里面 就准备去上那所学校 在西温的山上 他在山上租房子 租一个月差不多是一万加币 然后就为了上那个学校 就捐了二十万加币 就一共是捐了一百万人民币 捐进去了以后 他有两个孩子龙凤胎 都想进去嘛 结果学校告诉他 哦今年我们的华人名额只有一个 那么你看你们家是男孩上还女孩上 那个客人就气疯了呀 因为我的钱都已经交了 这个钱是不能退的 而且我有两个孩子 我到底我怎么可能只让我的儿子上学 不让我的女儿上呢 所以他当时就很生气 他钱也没有要回来 就一百万的打水漂了 这还是富人的孩子都没有办法上私校 因为我们这种工薪阶层 我就想说好 那我去Richmond找那种教会学校 就是教会学校就是每天 就是很认真的在教小孩上课 小孩在里面很单纯也不会学坏 好我们Richmond有一两间教会学校 口碑还挺好的 也是平分在九分左右 我就去报名嘛 当时花了一千人民币的报名费 然后那个老师就跟我说 啊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因为我们的班级只有十几个名额 我们的名额还要留给我们学校 已经上学的孩子们的二胎们 所以他们的弟弟妹们 他们要上学是直接可以进去的 所以我们外面的学生 想要进去学校的话 你必须要从幼儿园就开始排队 一直排排排 什么时候有机会 抽中了大奖抽到你了 哦你可能去上学 就是这样一个环境 怎么不焦虑 我之前生完孩子的时候 没有焦虑过 我就觉得哎呀上公校 不是也很好吗 每天玩玩开心童年 对不对 开心就好嘛 然后什么都不重要 但是你真正到小孩子 要上学前班 就是大家都在鸡娃的时候 你就开始慌了 那我就在网上查资料啊 就看学校什么的 就看到泰国的国际学校 他们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了 在曼谷那边就是最早是60年前就开始办国际学校了 然后巴提亚这边也是30年前就开始办了 所以他们比较有经验 我在网上呢看了这个就是我今天去看的第一个学校 Rugby 整个就是被震撼到了 就是和温华的学校真的没法比 真的不是同一个量级 然后现在就带你去看一下 泰国的国际学校真的比加拿大的私校好得不是一心半点 朋友们我带你去看一下 这期视频满满的干货 我会真实的对比四家巴提亚知名的国际学校 希望这条视频可以给正在给孩子找学校的家长们一点点思路 当然每个国家都有好学校 这条视频只是站在我个人发展的角度上制作的 请大家理智观看哦 我来巴提亚看的第一个学校就是英国的橄榄树学校Rugby 一开始呢是在网上看介绍就十分喜欢 它是支撑我来巴提亚的动力啊 它的母校是英国九大工学之一的橄榄树 亚洲唯一分校就在巴提亚 它有450年的历史 全英文的社会老师教五门语言 中文 泰语 英语 法语 西班牙语 四年级后呢就会变成三门的主要语言 学一门乐器 游泳 教学呢是英国的IB体系 我们参观了幼儿园小学中学部 到处都充满了艺术细菌啊 我个人感觉呢 橄榄树比较偏重于射击类的培养 编程装置学一类 培养孩子动手能力 想象力 实践能力 让孩子在户外运动中磨练艺术 团队协作的能力 但学习内容呢 我觉得偏男生一点 学费从幼儿园开始就是11万人民币 一直到高中最贵的一年 是17万人民币左右 就在我摇摇摇想要报名的时候 第二天呢又去了 许多华人都会选择的 历经国际学校 本来是很排斥华人多的学校 怕小孩爱攀比 学习氛围不好 但没有想到学校让我非常的意外 教学硬件软 竟然还都非常有势力 同样是英国IB教育体系 小时候学三门语言 中文 泰文 英文 学好了以后 四年级就可以选择两门外语 像法语或者韩语或西班牙语 这边不同的是 从小就学习了电子琴 表演 跳舞 每一年会排一部戏剧 在自己的黑匣子小剧场里演出 因为我家是个女孩 我就个人会比较偏向于 音乐和表演方面的培养 我个人觉得 历经会比橄榄树更成熟一些 但老师都是在这里待了十几年了 还会和剑桥啊 亚马哈 做课程内容的交换 这间Rugby学费开始是7万人民币 到了高中最贵的一年 是12万人民币左右 但里面是没有包括 课外活动费和餐费的 像Rugby都是包了 进学校的时候 有一个3万人民币左右的捐项费 而且学费每一年 逐年增长5%左右 这也是许多中文家长 接受不了的原因 但现在疫情期学费有减免 暂时没有增加学费的方面的问题 所以历经和感染数比 相对来说会便宜一些 就在我很难很难选的时候 我又看了第三间学校 这间学校在巴蒂亚南边 叫圣安德鲁国际学校 是我美国朋友 十分推荐我去看看这家 因为这间学校 非常非常的接近大自然 很适合网瘾小朋友 每天种种花学学音乐 其实在巴蒂亚 基本不用担心 小孩子的英文问题 因为这里的国际学校 都是英国的老师 直接从英国请过来的 都是纯正的英式英语 小孩子在里面放个几年 一口流利的英语 他难道不香吗 很多老外会喜欢这种 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靠近大自然的学校 最后呢 还看了Tara国际学校 就十分普通了 比较偏重于态势的教育 比较适合幼儿园的小朋友 老师很细心 硬件的话 就比较跟不上 这些大的国际学校了 现在还比较便宜 这几间比较好的 巴蒂亚国际学校 就带大家逛完了 现在问题来了 不知道上哪一间 更适合我们家宝宝 但总比在加拿大好 在加拿大你拿着钱 求姐姐告奶奶找关系 都不一定能上到 自己理想的学校 那么你们觉得 在哪一间比较好呢